不是,那小黄妹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拿人手机干什么,我不管,干什么,数三个数,你还给人家,一,二,三,我错了,老毒了我,我看真是你,我跟你说他脾气不好,我跟你说他真是跟你往地上摔呀,小土豆,你这么一说他提醒我了,我现在就摔,别动,别动,流氓,行了,我不是想让你帮个忙吗,我出个主意行不行,你说,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机还有他的手机, 都给我,一会儿要是视频来了,我跟你们拍,你们两个表演,行不行,我同意,这倒是个好办法,好好好,行了,来,等我了,来,拿过来了,你看那是什么,你哪伙子,我得说话算数,哎呀,我跟你说,你就帮帮他吧,他这个人脾气不好,我跟他缠着你,三天两头人缠着你,哎呀,别说了,赶紧,有什么事, 待会儿就录吧,那把我妈,肯定是我妈,肯定是我妈,来,说好了,时间到了,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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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姨 你好 我是 她叫啥 黄小王 我是王中王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都好几年了 是的 问谁叫阿姨呢 阿姨这声音好年轻啊 像我媳妇 媳妇 好啊 郭的 你差点你给我来这次 你这是公然小心的这是 不是媳妇你听我解释 刚才我给你视频完了以后 我就走这条档 往这走啊 碰见这个女的 完了以后呢 她就要跟我结婚 我说不能结婚 我有你 然后呢 她就说给我入洞房 我就答应了 谁答应了 我没答应 然后呢 她就说和和我一会儿 然后和和我一会儿 也不喜欢 我就说媳妇 挂了 你看你看你 哎 我解释的没啥瑕疵吧 没瑕疵 没瑕疵 她听了以后不会生气吗 不生气 会厌弃 我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 你完成了一次 自我毁灭的模式 哎 你这叫解释吗 你还不如不解释呢 哈 我要举之降了